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台灣名人堂,我是侯奈蓉 台灣名人堂要告訴大家有故事的人,有意義的事 我們今天名人堂的嘉賓是有著劇場鬼才之稱的唐崇順,崇崇哥 崇崇哥大家知道站在舞台上他自帶光芒,總是一秒就可以吸引大家目光 但是在這個說學逗唱可以如形流水的背後,其實下了非常多的功夫跟努力 我們今天就要歡迎崇崇哥來跟我們講講他的故事,歡迎崇崇哥 哈囉,乃榮你好,崇崇哥好 我剛才跟崇崇哥稍微聊了一下,您出道二十多年了 然後呢,我再聊到劇場啦,他就說呢,劇場其實是什麼 錢少、視多、離家遠 但是他說自嘲得了戲癌啊 我得了戲癌 忘不了這一件站在舞台上的這個有趣的感覺 喜歡演戲,然後喜歡舞台上那種感覺 還有喜歡跟觀眾之間的一種互補的關係 他們是買票進來,付費的喔 對 然後還不能吃爆米花,不能夠看手機,不能夠幹嘛幹嘛 然後遲到了還要再等二十分鐘,甚至就不能進來 但我們在舞台上演完還要接受他們的掌聲 就是很奇妙的一種關係 當然演不好他們也會回去網路上噼里巴拉這一堆罵 對,就是說他是一種對演員的一種挑戰也好 或是一種成就感的製造的場所也好 但是我更多的是喜歡跟觀眾之間的那種互動 跟滿足人家的期待 立即可以得到回饋的一個地方 馬上,立即 所以難怪你就是一直在舞台劇願意持續的耕耘嘛 那這一次幫我們帶來一個新的 這也不能說新的舞台劇 八年前就演過了,叫做冒牌天使 對 那原班人馬,主角不變 對,我們兩個男生一個美女 曾國成、晨晨跟您 然後楊千佩 三位一起來詮釋這個故事 我們先大概聊一下這個故事 為什麼在八年後他又重新在搬上舞台跟大家見面 那你覺得他最有趣的地方跟大家分享 其實這個戲在八年前首演的時候 就有點在劇場界有一點大家就會口耳相傳 第一個是當然他這個戲是靈感來自於老伯丁 如果跟西恩攀岩的好萊塢的電影叫做 我們不是天使 那就是很簡單 兩個逃犯 我跟陳誠哥 而且是親兄弟 對 然後就後來 因為姻緣際會 在山區裡頭 那個月光昏暗 然後在這個山區的小鎮裡頭 被楊千佩遇到了 還有其他的這個正名 還有那個修道院裡的神父 你們兩個是怎麼那麼邋遢 你們是他看不出來我們穿的是囚犯衣服 就說你們是那個要來我們修道院傳道的神父是不是 剛好有兩個遠道而來的 我們就 對 因為其實肚子很餓 只是想去修道院吃一頓 混一頓飯吃 結果就趕快趕快快來 我們就跟著進去 結果吃一吃準備要走說 跟我們講個道吧 啊 講道 我們兩個也不會講道 對 怎麼辦呢 就互相拱你去你去 上去一講 亂講 但是亂中 就大家剛開始是傻眼 因為講的肯定不是聖經的 我們沒讀過書我們兩個 結果後來因錯陽差 結果因禍得福 兩個人就在裡面當幾個假神父 哇 當得跟真的一樣 所以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故事發生 結果後來兩個人 一個是詐欺犯 一個是那個 我是那個傷害罪 暴力分子 對 就我們兩個各自得到了不同的救贖 對 那個過程就是 其實我覺得蠻浪漫的 蠻浪漫的 你會用浪漫來形容這出去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表演的過程 很享受那個浪漫感 然後因為那個人 你在劇場看到兩個鐘頭的戲 但是他其實只經過一天多 可是那個過程是看到 兩個人突然的改變 你就會覺得這個事情是很浪漫的 而且是從壞改到好 不是好學壞 是 對 你也覺得人生就是 如果 我覺得如果我是觀眾 我會看到 如果我在最低谷的時候 遇到這樣的情境 哇 那多美 我的人生就完美了 聽起來也蠻正向的啊 非常正向 所以這個戲在當時的時候 就演了之後 就一度再加演 然後加演完之後就風箱了 因為我跟程哥就各自去再演其他的戲 還有其他的工作 因為遇到疫情 但是八年來錄戲都一直有人在敲碗 所以後來骨頭劇場的藝術總監 跟梁志明導演就決定在今年重新搬上舞台 那八年前的版本跟這個版本 你覺得最大差別是什麼 我們都更成熟了 我跟程哥 對 那時候我也算是個就是怎麼講 那時候的演戲的狀態跟現在的演戲狀態又不一樣 因為我現在小孩長大了 心境上也不同了 對 那個時候才抱著嬰兒 我還沒有到那個感覺 但現在真的在人生的約歷上多了之後 你對於那種親情啊 對於那種愛情 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那種珍惜 還有那種就是說你會去更細的去體會 每一分每一秒那種感覺 我覺得這次至少我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程哥是已經早就有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楊千佩八年前是姑娘一個 結果那時候才剛談戀愛 結果後來就結婚 然後他現在八年後他已經有一個五歲的小女兒 就是劇中這個時候 他劇中剛好有一個五歲的小女兒 而且很辛苦 他是單親 然後他又是女兒又是陰雅人士 笨講話聽不到 要比手語 對 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一定演起來心理感觸也會更多 我覺得我們都更成熟了 而且肯定對這個戲啊 對這樣子的角色的人生 對他們的性格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更強烈的準確的掌握度 對 而且很不容易就是這二十多年後 你們還是同樣這麼喜歡劇場 然後我比較好奇是一開始 你到底是怎麼喜歡愛上戲劇演戲這件事情 哇 這從小就喜歡表演 我很少聽到這個答案 很多人都是誤打誤撞進演藝圈 你不一樣 我從小就準備好了 立定志向 對 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坐在學校的禮堂下面 看著父親聚校來表演的京劇 那那是學生團 就是大概小學五六年級到國二國三的學生 這個階段的學生 他們來表演大鬧天宮 孫悟空帶著一群猴子猴孫 跟天兵天這樣打 金台 翻啊 打 桌子上翻下來 我看傻了 坐在台下我就飆累 我跑到後台去 我說 大哥哥請問你也有也 有有有 他們好厲害 都會翻根的 我也會翻啊 後空翻你會嗎 很簡單啊 我說這個是設定台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翻下來 很簡單 蹦就下來了 我把他當神你知道 對 因為我小時候就看成龍的電影 我就覺得哇 飛來飛去 我就真的把他當神 當下就是受到那個感動 我就說我有一天我要 哥哥 我有一天我要跟你們一樣 我要進演藝圈 小四 後來兩年之後 我就在報紙上看到分類廣告 就是爭同心 演員訓練班 剪下來貼明信片 對 那我們小時候是做這種事情 寄上去說 你自己去報名 自己報名 報了名就跟爸媽說 要去考試 考什麼試 不好讀書你才幾年級 幹那個東西幹什麼 我說服 我想試試看啊 有興趣啊 我只是考試 沒有要幹嘛這樣 就帶我去考 三間都考上了 你這滿有天分的耶 也沒有啦 我覺得應該 不是太差的都可以進 因為那是訓練班嘛 對 演員訓練班 所以高雄兩家跟台北兩家 就要選 後來選了最遠的台北 對 我爸又瘋了 你要上課耶 而且爸爸是軍人對不對 家裡又窮 很嚴格 很嚴格 沒得談的 那小六的 我就已經會跟爸爸他們談條件 我說你讓我去念 去讀那個表演訓練班 一個禮拜才一天 我回台南我會好好念書 你放心 我小學畢業是縣長獎 我考試都前三名 不容易 所以就是說到做到嘛 那我爸也信任我 所以就這樣 每個禮拜三的 早上第二堂課下課 就九點五十 就我爸騎我的車來學校載我 去到台南火車站 坐十點二十三分的平快車 就現在的電電車 到了台北已經是下午快六點 我們從舊火車站 對 在現在的國光號那一半 反正就是已經都打掉了 舊站 走路到西門町 然後再坐公車 反正吃一碗陽春麵 才十二塊錢的陽春麵 那時候 然後就坐到萬華去上課 上完課再坐火車回來 坐公車回來 然後半夜坐最後一班火車回台南 辛苦耶 對 回到台南六點多 我爸騎摩托車送我去 那個回家裡 然後我洗個澡就去上學 整晚都是在火車上 這樣 那小時候怎麼這麼堅持啊 就是 我希望有一天 我能夠跟那個大哥哥一樣 演猴王 然後像成龍在電視上 又讓人家驚訝 又讓人家驚嚇 又讓人家感動 又讓人家開心 笑 因為我從小在家裡面四個小孩 我是老妖 對 所以我 反正最會搞笑 就會逗爸媽大人開心 所以我就吃了很多甜頭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表演得好的話 可以讓身邊的人很開心 你把旁邊的人都搞開心 你就有好日子過 對 所以我不怕辛苦 就表演大家開心就 從小就是愛表演耶 愛表演 真的是 從頭到尾就是那個初心不變 對 初心不變 但你後來考大學順利嗎 考大學不順利 我 因為進了這個軍樂社 上高中 名正言順的李當又進了軍樂社 因為進了軍樂社打小鼓 因為學校要表演那個 畢業的歡送會 要組樂團 就像現在的五月天這樣 然後缺鼓手 你可以嗎 我不會啊 我不會打爵士鼓啊 我問他要幹嘛說 在全校的面前 禮堂上 畢業歡送會 全校因為我們是男女合校的 會表演 我一想機會來了 我這個人又不會說謊 我就跟他講我會 我會 答應了就要練 都是鼓啦 自己去練 我就真的自己去練 然後就花最便宜的錢 30塊一個小時 去租爵士鼓的練習教室 沒有老師教 我就自己去聽那個 然後 大 最基本 然後練到可以 然後就開始 練到這樣 兩個禮拜後 好厲害喔 兩個禮拜後就跟他們套團 套到OK了 然後就這樣子 就在學校表演 也在學校有一點名氣 那也因為這個 接下了 有上台表演的經驗了 然後後來在 高中畢業的時候 就有朋友介紹說 你可以考戲劇系 我就去考國立藝專 就現在的台灣藝術大學在板橋 沒考上 所以我很沮喪就進補習班 等於高四 那我的年紀的話 這一年在沒考上我就要去當兵了 對 所以那時候 反正就是給自己一個 也是一個經驗吧 結果後來就 考上了 重考考上 然後就考上了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 然後遇上了我的偶像 因為小時候哥哥姐姐聽他們的那個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 李立群 金士傑 然後李國修他們 就有機會看到他們的表演之外 我大一一進來的第一堂排演課 指導老師一進教室我們都傻了 金士傑老師 全部看著那個大排明星 對 他又會演墨劇 他那時候有拍一個那個 生活運動飲料的廣告 對 原地這樣跑 很像真的跑 摸牆壁 對 爬那個 爬那個牆壁這樣子 對 我看到 墨劇大師 然後上他的課 對 然後變成像朋友一樣 他會邀請我們到他家 我們一群同學在那邊彈表演 彈角色這樣子 吃東西 到這邊算是美夢成真 美夢成真 就真的可以名正言順來做表演這件事情 真的就是 你喜歡到怎麼樣 即使沒有酬勞 你都想辦法爭取演出對不對 演啊 學長姐的戲 我嘎嘎慘了 這怎麼說 我最誇張的一段時間 是我大二的下學期 大二的下學期 有所謂我們的表演二 就是二年級的呈現之外 還有導演四 大學四年級叫導演 導演四年級 他們有一個導演四的一個課程 他們要找我們學弟妹來演出 這個都沒有酬勞的 然後還有學校的畢業製作 還有年度公演 就是我從早上六點到八點去排一個學長的導演二的課 導演課 然後八點到下午五點上我們正常的課 五點到七點排一個學姐的畢業公演 七點到九點半排學校的年度公演 你好忙喔你 九點半到學姐的家 就公寓的頂樓 是 就我們兩個 一個導演 因為他戲很小就兩個演員而已 對 就這樣排他的畢業公演 所以半夜一點多兩點多 有時候那個導演在給筆記 我已經在打瞌睡了 這樣 然後隔天早上六點再去排戲 這樣的日子我過了一個半月 都在嘎戲 那時候是我大二的那一年 然後我從大一到 大一進去就被學長姐拉著演戲 還有我們自己的課堂要演的戲 之外 我就這樣一路演演到大四 整整四年都在演 但你不計酬勞都願意參演的原因 完全沒有酬勞 這四年來 唯一一次的酬勞 就是一個學姐的畢業公演 請問我們去吃那個 吃到飽的火鍋 那時候我記得火鍋 一五九而已 就吃那一頓 對 然後我好感動 因為從來沒領過酬勞 這個酬勞就是一頓火鍋 我覺得好滿足 對 我從六點狠狠吃到十一點 等於是吃兩頓 他說很窮啊 然後我這四年都沒有領酬勞 然後中間看著同學說 下個月有一個一整週 明華圓要在國父經理館演出 裝台彩排 run show 拆台 這樣子一套七天 可以領一萬六千多塊 不錯耶 很好 很好 對 我沒有領過這麼多錢 不行喔 我看看我要排學姐學學 禮拜天有那個孫耀薇的MV 有一個明星要拍MV 一天兩千五 而且海邊有人穿比基尼 缺男演員 看我要排練不行 就經常有這種 對這種失之交臂的演出 對 機會都沒有 我都在學校排學姐學長 免費的戲 但路不會白走的啦 當然 你還是有很大的收穫 果然 那時候 我的室友都買那個CD啊 買那個錄放機 很多賢錢喔 賣相買的東西 我要看影片要拿著帶子 去他們的房間跟他借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跟你們借一下 我在那邊看 看他的錄影帶 看那個電視 聽他的音響這樣 對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 同學之間租公寓 分房間 我等於你們分 套房你們分 我最便宜的那間給我 最小最便宜 最看不到陽光的 我都在那邊這樣吃苦 結果後來就 從大午那年就開始大爆炸了 大午那年就 因為之前我大一進來 到大四累積四年的學長姐 出去有當廣告的Casting 有當劇團的學長姐 有當導演的 有當製作人的 開始找我去 找我去 就開始大午那年 整個都在演戲 都在賺錢 就開始在賺錢 當然不是像你們想像 在電視上賺這麼多 但是對我來講 已經是很多的表演機會 跟之前的四年零收入的那種 是天壤地別 但都是慢慢積累而來的 你沒有想到有一天會有大爆發的時候 沒想到 但你後來怎麼入行的 就是我當兵的時候 反正就是退伍前有去回學校 大家都 我的同袍弟兄都出去玩 我就回我的學校 北藝大去看一個舞台劇的表演 那天遇到了賴生川導演 他是我們那時候的戲主任 賴導的戲 對 我回去觀摩 學習 遇到了賴老師 從事人在哪裡 我說我在當兵快退伍 那你九月有沒有 九月沒事啊 我六月就退伍 有個戲 可以 時間給 他就找那個導演丁乃珍 乃珍姐就說 可以啊 有一個角色要演六個角色 有一個演員要演六個角色 我去 結果那個角色一演之後 就被電視的製作人看到了 半年之後 就有人 他們開始找我去電視台演戲 演戲 然後我就真的跟 跟電視劇扯上了關係 然後後來就因為 人家看了我那個電視劇 就找說 我電視節目需要一個 模仿阿扁總統的角色 對 你可以嗎 我還推掉了 你推掉啊 我當下是推掉 我不敢 第一時間啦 對啊 我們是Live直播的 我不行 我不知道怎麼接call in 那時候call in節目 剛開始三四年吧 但模仿秀的call in 是沒有的 我說對不起 我又政治白痴 我對人物關係我不懂 什麼國民黨 民進黨 誰跟誰 他們都分不清楚 對啊 阿扁總統 陳水扁先生 當時是我們台南市 台南縣選 縣長沒選上的 我都不知道 不認識 都在念書都在玩 所以等於你在模仿他之前 你是不認識這個人 都不認識 對 所以我是推掉 後來說 又來一通電話 第二通是說 你能不能幫忙 因為我們找了ABCD都不行 你可以的話 明天幫我們一天就好 幫完之後 以後我們自己再解決 看找誰 我說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就 開始看新聞 那時候還是第四台 我就到處轉 那個第四台 就看到阿扁 那時候他不叫總統 他只是候選人 看到阿扁的新聞 看到阿扁的新聞就 練習一下 聲音 對 後來 我晚上十點我就跟他回說 好吧 我先幫忙 好了 你們明天不好的話 你都沒有信心是不是 沒信心 我覺得太謙虛了 我謙虛到已經就是沒有自信了 當然我是真的很怕壞了人家的事 結果第二天我就很早就到了 他在那邊見到猴冠 猴哥 猴哥 他就說 安安 他就很大方教我 你聲音再扁一點 再啞一點 用喉嚨 對 然後阿扁是這樣 他就是怎麼樣 他就跟我講來龍去脈 對 然後講一講當天 他最後還給我打一個強心 他說沒關係 反正有我在 你真不行眼睛看我 我就知道 我就把詞接過來 結果當天 哇 那個live直播就四十分鐘 啪啪啪一下就結束 回去看著重播 我說這是我嗎 好好玩喔 然後我看到那個信封袋裡面 我領了一個現金 那個現金是我以前就是要演 排練好久 演一場才能拿到的錢 掉眼淚 你會記得那個數字嗎 快到一萬塊 快到一萬塊 四十分鐘 對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人生沒有這樣子 我看著那個信封袋 我整個傻了 然後他們問我說 你下禮拜一 還可不可以來 因為反應很好 對 我說可以 對 我趕快跟我媽他們講 然後全家在電視機 看重播 對 第二天在看重播 然後南部的親戚 我媽那邊舅舅 什麼開始就電話 欸唷 那是你喔 這麼厲害 對啊 我們家胡家 我媽媽姓胡 胡家 胡家出一個總統 我也台南人 從此一炮而紅 一炮而紅 然後就慢慢就有人找我 進綜藝圈 然後就模仿綜藝 然後後來又 因為這樣 有知名度之後找我去做 好萊塢就動畫的配音 對 裡面的驢子 還有Ice Age的那個樹懶 喜德 就這樣一路在 所以就要開始好多好多的不同的工作的考驗 或是挑戰找上你了 對 所以你也當 也做過詞做過曲 有 然後也當過主持人 主持人 然後也演舞台劇 也配郭英 對 全方位藝人 也演講分享會 真的 你忙不完耶 對 你有沒有覺得最辛苦的地方 你要身兼這麼多角色 然後其實這背後要做的功課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啊 嗯 我其實是一個樂在工作的人 但是 我比較急的 比較 會難過的是我一直找不到身邊 就是可以 可以一直 穩定合作的人 當然這也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這麼多的財力 我養不起這些人 所以都是case by case 我們這個case合作 解散 然後平常不用養 等到有case再合作這樣 我是這樣在做 但是當合作的時候 他們都拿到該有的酬勞 嗯哼 嗯哼 你說鄭敬儀一哥 當初也不覺得 他會好模仿 我在想 一哥怎麼模仿 後來我抓到一個 他講話那個 就是有一點鼻音 他會發聲的位置 在鼻腔跟喉嚨後面這裡 比較高一點 阿伯總統在這邊 比較低一點 低層 然後沙啞 從跟我們剛才有談到 你當初是模仿阿扁總統 一炮而紅的 我想知道就是 當然會模仿的人很多 但是你要怎麼樣 拿捏那個中間的界線 覺得威脅有趣 但是又不失去他該有的水準在 是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功課 然後要以那個角色的內在出發 然後另外要把一些事情把它歪掉 對 就是 因為真的政治人物講的是比較正經的嘛 那我們就是 可以會做一些別的事情 比方說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有用阿扁去跳街舞 他做地板動作 那時候你就看 那時候阿扁剛當選總統 然後我們上飛哥的節目 就請幾個政治人物來 對啊 那阿扁總統是不是 能夠跟我們勉勵一下 其實我想看到這麼多年輕人在現場 剛剛他們的舞蹈表演都很精彩 也給我一些企劃 我也希望能夠像他們一樣 我就開始在地方掃糖 然後飛哥他們嚇一跳 然後就其實觀眾看到一個 一個總統做他不會做的一個事情 其實他就有一個反差 他就有趣 我也沒有在搞笑 我只是跳我平常會跳的 他就有一種反差 對 錯質的一種趣味 對 那當然講話的內容也要去設計 對 這都背後處處用心了 是啊 那你在模仿一個人的時候 你覺得最重要的 要讓人家覺得像 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我覺得要內外兼修耶 模仿大概是這樣 就是像又好笑 這是最高端 是 那像不好笑 這也不錯 因為很像 大家會 喔 好像喔這樣 好笑 不像沒關係 因為很好笑嘛 對 有娛樂效果 好爛喔 爛透了 但是很好笑 最糟的就是 不像又不好笑 那就是尷尬了 對啊 那我們當然盡量就是說 你怎麼樣去從 像又好笑去做功課 所以在像方面 你的內在 然後你的聲音 外在 形象 然後好笑 你呈現出來的內容 對 你做出來的作品是什麼 對啊 所以那怎麼樣去 讓它稍微好一點 那跟 然後讓 不破壞這個角色 比如說像阿扁總統 我會盡量講正向的 是的 我想今天很高興 能夠遇到我們哪種妹 阿扁等了很久 謝謝你們 讓我進名人堂 不起 沒有再計較說 我是一個更生人 現在更生人不能夠參選 但是更生人能夠進名人堂 我要謝謝 洪乃龍您說好嗎 忍不住要拍手喔 對 其實他還是要講正向的 比較會多是這樣 那李傲大師他就可以 稍微罵一點嘛 哎呀 乃龍是我的小老妹 你看 乃妹就很好 但乃哥就不好 乃哥就 PC不好 這就是我不喜歡的 要比PC 我李傲可比你壞多了 是吧 對啊 你就不敢惹我 你惹我就告你 因為李傲大師本身就是性格是罵人 他的角色是在那兒 那阿扁總統講規矩正經一點的事情 對 那歪的事情很正經的講也會很好玩 也是 對 李大師說 這個 人家罵他是 但是不能證明這個人是 我罵你是 我就能證明你是王 你真的腦袋轉得好快喔 對 這麼多人你模仿過的 有沒有你覺得最難模仿的是哪一位 最難模仿 對 不像的就難 對啊 像的都不難 只要你上手都不難 你說鄭靜一 當初也不覺得他會好模仿 我在想 伊哥怎麼模仿 後來我抓到一個 他講話那個 就是有一點鼻音 他會發聲的位置 在鼻腔跟喉嚨後面這裡 比較高一點 阿伯總統在這邊 比較低一點 低層 然後喉嚨 第一 在喉嚨是 鼻子 但他比較 唇齒這邊的聲音 但是伊哥 伊哥就不一樣 伊哥在這邊 而且鼻音重一點之外 他講話 結果我突然發現他有一個 哈哈 不好笑喔 說第八句也不好笑 哈哈 他喜歡 我就把這個誇張 我就每一句話講 結果就變一個招牌 放大 所以其實 你有時候 沒有到那麼像的時候 你抓到一些要訣的時候 那其實放大之後 大家就知道你在演誰 對 但我想好奇就是說 你現在這麼有舞台經驗了 其實我覺得上台對你來講 應該不構成壓力 跟任何的那個 但是你自己上台 要站上舞台 你自己有沒有自己 堅持的點是什麼 我還是有阿 尤其演舞台劇 很嚴肅的事情 觀眾全部都是乾爹乾媽 買票進來的 你要滿足他們的 還是會緊張啊 當然 我上台前 尤其像這種戲喔 這種戲是 因為我是演角色 我不是演我 像我演脫口秀 我是演我 我可以自在一點 對 演這個我要進入角色 我在開演前 一個鐘頭我是安靜的 對 我不太跟人家講話 不會去嬉鬧 然後看劇本 我演100場 我還是看劇本 因為劇本的 哪怕昨天晚上才彩排完 我現在還是看劇本 為什麼 是要確保我精準的 每一個走位 然後甚至連 盾 我講盾就是 比方說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講跟話中間我要盾 停盾點 我會在這邊盾 我每一次幾乎都要做到一樣 我是做到這樣子 要很精準 把我自己上半場要做的所有事情 review一次 然後這個地方 所以都會很精準 中場休息再看下半場的 所以真的是很用功的一個演員 對 必須 然後上台之前的10分鐘 我會安靜在旁邊 然後自己暖身 當然其實之前都已經暖了 那我會做最後10分鐘的上台 有點像那個 戰士穿好裝備 準備上戰場那種感覺 然後我會安靜的自己禱告 我是基督徒 然後會跟上帝禱告 然後也會跟我爸爸說說話 因為我爸爸已經不在了 是 那我有告訴自己 我 反正會有今天 因為我爸爸給了我很多 對 然後不管是看得到看不到的 對 有形無形的 然後我 從我爸走了以後的 每一場舞台劇都是演給他看的 我都當做他在現場 對 我覺得爸爸對你來講 他在你的生命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在很多的場合都看到你談到爸爸 你覺得爸爸對你而言 你覺得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爸爸是很奇怪 我不知道就是 其實已經過了很久 但是就是 好像我人生幾乎沒有什麼放不下來 但是對爸爸這一塊 就始終好像有一種很深很濃的感情 因為我對我爸爸 最 我覺得我爸對我最大的影響 是他的人生的閱歷 他沒有經過什麼 大的什麼事業啊 或是大的 官職一官半職這樣 很頻繁 但是我爸爸是 在一個戰亂的時代下 產生出來的一個小人物 我每每想到我爸小時候跟我講說 他們來什麼都沒有啊 一個軍人 又是下階的 低階的一個士官 對 來到那些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後來演了戲之後 我江青比 新社群處地 我說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都沒有怎麼活 一句台灣話都聽不懂 我爸是河南人 台語一句就聽不懂了 你要跟人在這裡生化 那不可能不可能 對 我爸怎麼娶到我媽的 怎麼養四個孩子的 就光聽這個你就覺得 哇 這個爸爸很厲害 了不起 那當然後來後續 稍微懂事一點 知道爸爸說他在整個的 這個 來到台灣成家立業的這個過程 之後我發現更佩服 我看到了我爸就是一個很乾乾淨淨的 他常跟我們講說 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所以我到現在 我非不得已不會跟人家開口借錢 對 然後盡量不欠人情 欠那個人情都一定要還的 我們都記帳了 對啊 我今天真的身上忘了帶錢 兩千塊幫我擋一下 擋完了之後我要記起來 因為兩千塊不是二十萬 二十萬不會忘 兩千塊也是兩百塊這種 計程車錢一忘就 隨手借了就忘了 不好意思 所以這種事情我們都記在筆記本上 現在是記在手機裡 從小到大被我爸這樣 我放學去同學家鄰居家玩 五點半 六點 放飯時間 我爸找不到我就去鄰居家找 欸 我在跟他玩嗎 人家不要吃飯了 還沒 他還沒吃飯 你先回來 回家之後關在門裡面 準備揍我 為什麼 我說我在同學家我怎麼了 我說沒有幹嘛 人家要吃飯啊 他還沒有要吃飯 就是有你一個外人在 人家不好意思開動 對 我說他要開動就開動 他吃他的我也不會 人家什麼不會吃 你在那邊 你是客人 人家要不要叫你吃 我說那他不會叫我吃 那不叫你吃的話 你在那邊幹什麼 你在那邊人家好意思開動嗎 所以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教育 做人處事的道理 對 所以就一直都不敢欠人家人情 從小到大 對 我覺得就是因為爸爸給你很深的印象 所以其實在後來我們也都看到說 其實爸爸媽媽相繼失職之後 雖然你事業真的好忙好忙 但是你也真的很盡心在陪伴他們 爸爸先是失職後來換媽媽 對 你這樣前後照顧到現在已經 差不多二十年了 快二十年了 我們聊一聊這個失職的過程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家裡也遇到這樣的情況 是 你覺得當一個陪伴者啊 他最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好像你報名參加一場 你看不到終點的馬拉松 你不知道終點在哪 當然快的話明後天 但通常不會 對 那是可能就整個你後半輩子喔 對啊 那體力也沒那麼好嘛 然後你又不是專注在跑這場馬拉松 你這邊要工作 那邊可能還有小孩 對 然後你這邊有你的老婆要顧 有你老公 你那邊有你的 就很多很多事情 你職場上也有你的困擾 對 你還有朋友要交 你的閨蜜 你的兄弟 你怎麼兼顧這個家人 我覺得那是一個 比較煎熬的事情 就是說你會覺得自己力不從心 然後力有未代 可是你又希望面面俱到 撐住 對啊 但失智症是真的很難照顧 真的 你遇過什麼讓你覺得最 沒有辦法去處理的狀況嗎 很多啊 我就在講 這是在看護戒傳的 就職務人是好照顧的 翻身 排背 餵食 失智症不好耶 平均失智症一個人 會影響到身邊四個人的作息 跟生命 生活 對 那你看我們家 就四個小孩 可是有一個是在洗腎 他是比較沒有戰鬥力 那我們三個要輪流 用爸爸用媽媽這樣 那比如說 失智症像我爸以前遇到那種 半夜一點跟你說要出門運動 他要出門 怎麼辦 就要一直跟他說服啊 時間不對啊 地點不對啊 什麼的 休息吧 休息吧這樣 那我媽更誇張 到了我媽是一點鐘要回台南 我現在接到台北了嘛 他就衣櫥一打開 隨時有兩袋行李是 我要回台南 你怎麼要回台南 他不開心就要回台南 因為看到你 家裡面請這麼多人來 請這個台籍的 又請這個煮飯 幹嘛要煮飯 你爸爸不用 我可以煮 我可以照顧他 不然我跟你爸回台南 我帶他回去 行李拉著就要走 我媽媽是腦受損的人 她是走路會搖晃 會容易跌倒的 很危險 他現在是24小時 只要他起來 離開座位 這邊都有一個人掺著 對 我是這樣在請人照顧他 用一個安全網保護他 那你說這種一兩點 要回台南怎麼辦 以前就跟他吵啊 對 道理講不完 到後來有一次就是 我們也很困擾 跑去醫生那邊 門診 醫生來 阿嬤 怎麼樣 哇賽 好和愛 我說我媽媽重天 沒關係 沒關係 阿嬤 你怎麼樣 我媽就跟他講話 他講話我媽也聽得到 我媽也很願意跟他講話 因為陌生人我媽都會很客氣 結果後來 我說醫生 他現在半夜一點多 他不睡覺 他一生氣就說 拉著行李要回台南 你就跟他回去啊 我跟他回去 你在講什麼醫生 主任 我半夜一點 對啊 你帶他去車站 到車站到外面看到沒車 就帶他回來 我那時候煽然累一下 為什麼我就 我就看到一個醫生 他一天要面對一百個 這種很歡的 爺爺奶奶 阿公阿嬤這樣 我家只有一個 只有兩個 然後我們已經沒耐性了 他還在那邊 阿嬤 阿嬤你好 一個人給他二十分鐘 後來我就想說 每次遇到我媽 我說 醫生給他二十分鐘 你給他兩個鐘頭 不為過吧 好好的跟你媽講話 後來回去就是這樣 就不會跟他對衝 輸倒 陪他演 一點多了 沒車了 你要一盡執意要去 帶他出去就沒車 因為我們家就住在 那個車站旁邊 就沒有車了 帶回來 沒事 就是要陪他演戲 過程中要很多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耐心 但是要很多方法 方法很重要 我這輩子簽過很多名 但我覺得最 讓我最有成就感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這個 唐蟲聖 器捲卡 我就覺得 我也用不到的話 如果剛好的話 就讓他變成一個散熱循環 就讓他變成一個散熱循環 醫院去簽這個卡 因為我 其實那時候剛好在醫院 然後我姐姐剛好遇到一個很重要的關卡 她在洗腎的過程 結果後來發現腎臟又有 他要切除一邊的腎 然後又遇到什麼 什麼腹甲狀性 還是什麼的那種 也是脖子這邊割一刀 然後要拿掉那個部位 然後那個血又止不住 我那幾天在醫院陪他的時候 就很難過 我不知道能怎麼幫他 然後我後來才輾轉知道說 有器官捐贈這件事情 就以前知道 但不知道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我一出去 我就看到了那個 有器官捐贈的卡 還是什麼申請的登記 那時候是林依晨 依晨在代言 我看到了他 我說好開心 以前又演我的女兒 惡作劇之吻 我女兒給我一個緣分 讓我看到他在代言這個 我就拍了一張照 我說我這輩子簽過很多名 但我覺得最 讓我最有成就感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這個名 唐蟲聖 器捐卡 對啊 然後我就真的去那個醫院 三軍總醫院 去找他登記 登記 他說你要捐 好感謝你 我怎麼說沒什麼好感謝的 我就覺得 我也用不到的話 如果有一天 我姐姐也正在等 我哪有理由說我姐姐需要 然後我們自己都不能 有一天我需要我也捐 那我姐姐需要 我希望如果剛好的話 就讓他變成一個善的循環 這樣 童童哥你自己在演藝圈 二十多年 然後可以 我想問問就是說 可以讓你一直維持初心 然後自始至終都這麼愛表演 你覺得那個最重要的動力 跟那個喜歡的初衷是什麼 我覺得是一種付出 讓我覺得得到了更多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就像我大學是前四年都在付出 可是後來得到更多 那我現在在表演 也許你只是看到我現在的表演 但是你沒有當下反饋給我 可是五年後三年後 你突然那個戲遇到一個說 哇我怎麼樣 你突然在臉書上跟我講這個事情 我會覺得 哇塞 我的演戲改變一個人的人生 我救了你一命 雖然我不認識你 但我會很爽 對 我做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對 對 我在公益活動上 我在演講會上 因為我在獅子證的演講會 那個年紀都比我大 那個一個一個起來 在Q&A的時候在講說 我家的狀況是這樣 我都在那邊就是這樣 聽聽我都覺得好輕鬆 都還好 我都還好 然後我一派行程說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這樣 他剛剛是要哭頭講 笑顏足開 我覺得我在付出 他得到力量 對 他得到力量 那我覺得那個是善的循環 那我不保證我永遠都在付出 有一天我需要你的時候怎麼辦 那些力量會回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就像我說的 我這輩子我最喜歡掌聲跟笑聲 對 掌聲表示你肯定我 笑聲表示什麼 你有接受到我的笑點 梗 我投射的那種歡樂 那這個我覺得 能做到這兩件事很不容易了 所以唐宗盛你要怎麼好 在那邊要計較什麼 就是你能 上帝給你這個福分 說你有這個本事 站在舞台上 你感恩 要感恩 我們收穫的都是靠這些東西 給別人 然後別人再給我們 那就很幸福了 那我覺得對觀眾而言 也真的很謝謝你 帶給大家這麼多的歡笑 我覺得 這真的是 就像你講的 它是一個善的循環 然後讓這個世界上 讓這個社會上 多了更多的笑聲 我覺得人要在無時無刻都要記得 就是心裡面要有另外一個聲音給自己 你現在很好 你要想的不好的時候 你杯子是滿出來的時候 你要想你是怎麼裝滿的 所以就是你吃飲飽菜 但是你見不好的時候 你要正向思考這樣子 我最後想問問你 這二十多年來你嘗試了好多不同的角色 是 你未來的演藝路 你自己還有沒有希望想挑戰的目標 我現在希望做的事情也正在著手 對 我去年已經做了一個編導演的脫口喜劇 我明年希望有時間再做 但我接下來的計畫是一部電影 還有一個在台灣要做的一個秀 是關於三隻猴子 就三個人去人類演的猴子 然後遇到兩個人類 三個猴子跟兩個人類 然後在一個荒島上遇到的故事 我講的是在二零八幾年的一個荒島 叫Furmosa 我沒有沒有講 你起來就會是一個很精彩的作品 對 一個一個島上 但它會是 我希望它是一個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沒有語言文化隔閡的戲 所以我希望它成為一個台灣的一個定幕的觀光劇 就是台灣人也看得懂 然後來台灣的人會知道說 喔 台北或是哪一個城市 有一個這樣的戲 它來了之後 我要現在想做一些對外國人 對外地人能夠做的一些 是我能夠給他們的 嗯 了解 謝謝 從文哥最後一點點時間 我覺得你經歷的人生大風大浪喔 是不是也給觀眾朋友一點點 你自己生命走過了這些歷程的分享 你覺得可以支持你這樣子一路走過來 然後即使遇到困難 還可以繼續往前走 心中那個最重要的信念是什麼 我覺得人要在無時無刻都要記得 就是心裡面要有另外一個聲音給自己 你現在很好 你要想的不好的時候 對 你杯子是滿出來的時候 你要想你是怎麼裝滿的 基本上不太會出事情 你現在很糟 你不要再想自己有多糟 看著杯子都空的 你會更糟 你要看 我差一點點我就可以到半杯 我再加一點努力 我可以到三分之二杯 對 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持飲保菜 但是你見不好的時候 你要正向思考這樣子 我也遇過低潮啊 對 然後也有遇過疫情的期間啊 狀態不好的時候啊 自己忙到都沒有 完全沒有時間陪家人的時候 都有 對 然後那個時候你會很抱怨自己 可是我看得好的是什麼 對啊 你抱怨 可是你已經賺到錢 你用錢去請人包圍著你爸媽 給他們一個安全網 不錯了 爸媽有一個安全的狀態 受到看護 很多人很難做到 很多人很難做到 所以你要不好的時候看 往好裡看 好的時候要點記 要謹記著不好的狀態 基本上這個人不太會壞 也不太會出錯 對 好 我們今天真的好 謝謝蟲蟲哥 在經歷了這麼多 人生的大風大浪之後呢 然後在鏡頭前給大家歡笑 但是還是在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分享了很多很寶貴的人生經驗 謝謝蟲蟲哥 也祝福你的心繫 謝謝大家趕快買票進場看 歡迎大家 謝謝蟲蟲哥 謝謝 冒牌天使 台灣名人堂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上Podcast的搜尋 上頭有很多精彩故事跟大家分享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會 我們下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